怎麼說呢? 今期未來想和大家介紹的是 屬於密克法蘭的Bankman系列 這個Bankman其實幾還原動畫化的造型 但是呢 他因為... 即是怎麼說呢? 大家來看看本體先 他首的關節呢 和之前介紹過密克法蘭的系列是不同的 因為這隻是他密克法蘭重置可動系列的第一二彈裏的其中一款來的 第二彈好像是超人 我遲些都會說 他這個位置是用球形關節的 雖然是很鬆 是沒有後期出過那系列的齒輪關節做得好的 但是呢 幾還原以前 即是未來小時候在澳洲 見過那個系列 那個... 很早期的DC系列出的動畫版的Bankman 但是這個位置真的會很鬆 至於腳步的關節呢 和現在的新的系列呢 其實是一致的 基本就是這樣 這裏都不用怎麼解釋的 這裏都是採用球形關節 基本上是全部可動性是應付得到的了 手部呢 這裏一樣是... 那些軸是很...比較粗的 是不會說容易... 你拔手形就容易斷的 那...就... 因為這個... 這個叫什麼... 空肌比較大 所以導致這裏其實可動性是差了的 那...就... 披風一樣都是插不到下來的 可動性就不可以說做得到的 即是說講鐵塔啊 或者... 跪地啊 那些姿勢是做不到的 但是... 即是說正常把握呢 這裏... 勉強來說... 還是... OK的 那... 它... 而... 另外這裏最大的一個特色就是它的頭雕 大家去看看 它的頭雕做得其實挺漂亮的 其次呢... 就是這個... Bankman的logo 我也是挺滿意的 基本上今期的影片就到這裏 下期我再和大家分享其他東西啦